6點 對 請告訴你 替清理河濱的工作人員加油打氣 新北市長朱立倫一早趕場視察災區 鐵路跟捷運跟其他的交通 跟整個環境的清理 事實上今天是上午 絕對不適合上班上課 災後需要清理 還好有個颱風架緩衝 不過北北基三市拖到27號晚間快10點 才宣布停班停課 傳出其實台北和基隆 早已評估風速達停班停課標準 只是卡在新北市還沒決定 新北的土地比較大 環境比較複雜 那我們要考慮到交通環境 還有整個氣候的變化 不只北北基協調卡卡 竹苗地區也不同調 新竹縣苗栗縣先宣布28號上班上課 一小時後新竹市喊出停班停課 同樣情形也發生在中台灣 台中彰化停班停課 南投則要上班上課 全台除了竹苗頭花東五縣市 急於全放颱風架 眼鏡綠營執政縣市都放了 竹苗頭花東這五個藍營執政縣市也跟進 突然在夜深人靜 改口停班停課 上演一出深夜大命轉戲嗎 已經衡量跟局處長視訊以後 我們就決定說我們還是要配合地方上的需求 看到所有的縣市都已經宣布停班停課 它主要也是估計到生活圈的 教育界企業經營者還有我們民意代表 還有很多民眾給我們很多的意見 我們是考量到大新竹生活工作圈 成為全台灣唯一上班的縣市 是有這個壓力 已經是全台灣典子上班 沒有就是正常上班上課的縣市 我覺得這不是因素之一 台風架放不放地方父母官被罵怕 沒人想當最後一棒 原本被稱為史上最亂 教師放不了架的928也順勢解套 記者黃明鈞少育敏台北報導